有多少 其實你都欺賞 如果只有他一架宣傳 因為這樣而影響你整個電影 那就可能可以打官司 就是 坦白說 你以為我們賣之前 計不好這套數嗎 我們當然知道發生什麼事 當然全部知道發生什麼事 真是當我們傻 這個其實就是講我們的宗旨 我們就要想盡辦法 突破現在現有的空間 大家經常都說 我們走不掉這個死胡同 我們就是用盡所有的方法 不斷在這裡動腦筋 用我們可行的方法 就進行這個抗爭 你又被我們抗爭得到 假假的都見到街兩天 成為了可能香港歷史上唯一一屆 有政治色彩的電車 就是跟拉布的理論一樣 以為就要必須接受 以為不夠票就過得 不是的 只要你動腦筋 你一樣找到方法去突破 這個就是我們涉而不捨的精神 電車公司那個人被你過了一棟 那個人很慘 我替那個售貨公司 我替那個售貨公司 售貨公司 第一他收你的稿 還未報名 又對 還未知你哪個候選人選 你真是一個香港網 那些人真是主持人 那他又不能夠 那時候阻止你 但出來了 但出來了 他也不知道 我想是有些壓力 有人投訴 當然 可能有其他候選人 都試過賣電車的 問電車的選擇 即日我已經收到 有人投訴你們了 記者還未打來 我已經知道了 其實今次選舉 到現在這一刻 我想最多創作的想法 一定是我們 不是呀 很多政黨都很創作 那些廣告嚇到你了 那些是不正確的 不正確的創作 好休息一會回來再談 既願走夢可生 若見手再都不開 揮招夢見 若見無見 想不所遇 如就這樣 對手不如再 天涵空照陰露 讓你開胃淚流 能否交換送行人 蒙蒙歌手龍小棺 星期一晚10點 One Night Stand 大解放 战场上圣者为王 肥素 Edmond Elkie 刘靠 究竟哪一个才是人枉真正的枪王之王呢 8月14号晚9点半 游戏人间似有分调 吃一把 在狗见完这枝枪的 他说这枝枪太废了 所以他亲身心思思绪 所以现在我们由艾力仔主理 这枝手艾力仔 受把人事业 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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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愈恋了 可以不夸 黄金战争 带巡游 人民力量约定你 今个星期六日黄金时间 穿起人民力量的黄金战衣 和我们一起 强西右边 港岛新界 8月12号星期日下午两点 黄金沙田带巡游 带为港铁站出口集合 和万必陈智泉 袁利明 齐齐搭港铁 进军沙田新城市广场 智勇相传 守护香港 中国富强金融集团 股份编号290 专注服务中小型资本市场 提供证券买卖 资产管理 财富管理及品牌推广 助你把握线机 喂呀 你干嘛不看我啊 哇 小姐 你整面暗瘡和黑头 不是不看 是不敢看啊 蛤 我已经试了很多方法 但是都没用啊 不如你星期一 或者星期三晚收听 明星潮雨馆 和食得精彩时段的 Jackaline护肤教室 皮肤及暗瘡治疗专家 Jackaline会讲解 不同的皮肤问题 教大家养生美容 健康身体 改善皮肤的方法 到时点止望你 还认识你 教你健康身体 改善皮肤的 Jackaline护肤教室 由Jackaline Beauty送上 上终极暗瘡快打 3188 4002 预约免费皮肤资深 又出钱又出力又出汗 到底为了什么 不用说了 两年前发生了什么事 民主党在超错政改方案 投了赞成票 我们根本不用讨论 他是对还是不对 看他投票结果就知道 赞成嘛 和民建联一阵头赞成票 和主流泛民为敌 这班人出卖选民 背弃盟友 想看袁黎明在新东建政大会的整段发言 立即上YouTube 或者任何网络搜寻器输入 袁黎明和参选宣言两个关键字 就可以找到由今次选举相关片段官方户口发布的片段 希望大家收睇及广泉 令人民的声音 网络相传 守护香港 西贡White Black Cafe 选用具意识风味的Pascucci 专业咖啡豆 冲调出品味独一无二的Flat White 烧牌咖啡 放向腹育的Rose Latte等 被誉为全西贡最有水准的咖啡 配上自家製蛋糕 勾绿色露天田圆茶座 随时都享受到仿如自身外国咖啡店的悠闲时光 更设有私人派对Party Room 宽躺而且私隐度高 约上一班朋友 或者带上宠物来开Party 享咖啡都一样对 White Black Cafe 西贡普通道62号地下 定座电话3113-6088 林宇阳、万必、星舌医生、刘翁 还有袁黎明和近文芝 和你一起打造妄想最大党 好,10点36分 最后一节妄想最大党 很多话都未说 爱太长气了 硬正的话都未说 想说一说民建联最无耻 这些事件都是要说的 先说中银员工被逼替民建联助选 这个都很多年都听过的 但今年员工出来说了整个很细节的过程 原来他们公司 中银集团就有一个一年的考勤报告 其中有一个栏叫参与社会服务 如果肯帮民建联做派传单、做家访 就会在参与社会服务的项目 是有加分的 就会影响到你那年的升职 不够分 有一些上司就更加 更加是 你知道奴才的奴才是更加可憎的 就是逼他们的同事 是一定要交人 每一组、每一组、每一组 交多少个人出来 就去帮忙做家访、做派单章 那现在已经爆了出来? 是的 有人说了 在经济爆了?在媒体? 是的,在媒体爆了出来的 那这个逼做义工 用不需要计算选举经费呢? 逼做义工 这种做法就其实 民建联一直有做 大家都知道,心知肚明 譬如我这样 我真的不敢跟员工说任何选举 我只有自己害怕 我自己会有自我審查 因为譬如今天 如果你公司时间要他做 一些帮你做选举事 你总是要计算选举经费 计算选举开支 譬如他做了一半时间 你半份量 计算选举 这些都是可以的 就是容许的 但是中银集团一定不会 有十份一份量 是用来计算民建联的选举经费 当然了 还有作为一个银行界的句子 大家都知道银行业的生存空间有多困难 大家都会用准一分一秒 炸掉那些员工 你有时间帮我做多些sales 哪有时间帮你助选 还要在这么繁重的工作之后 还要帮民建联助选 我真的在等中银的员工凄凉 今天也挺好笑的 例如有一宗国际新闻 先看一看 话说在美国其中一个州 前几年进行一个选举 A候选人办公室的职员在Facebook那里赚了B候选人的一个status 就这样按like 就是like了他 然后A候选人 看到 然后就去炒了那个员工 然后现在就告上拍厅 原本的员工输了第一厅 现在就再上诉 Facebook那些当然是走出来支持员工 我觉得这件事也挺有趣 如果你在做选举的话 假设如果在人民力量竞选团队当中 有一些pay staff 突然突然赚了对家 民建联那些东西 那我们会怎样呢 然后我立即在想 其实我也赚过民建联 你赚他今年有些文宣做得多好 我觉得他的文宣设计是 因为在我留status 或者写status那一天 我真心觉得那天文建联是最漂亮的 因为我自己就不凭自己 不然说吹嘘 但是如果比较到所有党 amount所有党的话 我觉得李慧琼那些是挺漂亮的 坦白说他专业得来又不失稳重 他不老土 有些人真的老土得吓死你 坦白说八姐姐 你跟刘慧卿那些有得废 很可恶 我真心说 那些四方西瓜旗 白姐姐又相对用了绿色和粉红色 白姐姐这个五行 刘慧卿也是这样 她主要是绿帘 绿色是欠木的 是吗 她琴字有个木字在下面 那不是一向有个木字吗 原名 原名是个木字的 是吗 是的 OK 另外一样无似 今天我还没有时间看过西九论坛 今早商台正经星期六 我只看了一节 就是蔣麗芸 蔣麗芸去文建联 去发问的时候 他问另一个人 那个人就好像 不是很认识的 是不是王日玉 还是什么 他其中就说到 有些家长跟我说 他的儿子我不让他打机 然后他就说要罢货 罢做功课 就是现在教导小朋友 用罢货来要挟大人 这句就惹到毓芸很生气 毓芸在那一剎那里 就是爆舌 骂爆的蔣麗芸 你说什么骂我 这样去抹黑那些年轻 就是学民思潮的小朋友 我们应该以他为榮 你现在把这些歪曲 来说教坏年轻 年轻学罢货 是一轮嘴地 用英文一贯的风格 去骂奖麗芸 我想如果我在那里 因为大家常说 叫我们学秒杀 学爆舌 不是人人都用了那个风格 握着一句 连销带打 是砰砰声地骂他 我回去听完之后 我也要再检讨一下 如果要我用自己的风格 去面对这些 不讲理 歪理 我相信蔣麗芸是设计过的 是有人 就是 他们背后有军师 是设计了 当他问一个无关事的人 他就怎样去讲他自己 那一套歪理 就是想拿一些家长 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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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用这一套 是死除了他 一个位置 还击都没有 才能够克制到 那么多年来 大家最欣赏 欧敏的其中一样 就是其中一样 其中一样 就是他的爆炸力 还有他真的可以很精准 快准 快准 他真的很precise 地说到他要说的 而也是很适合在论坛这种场合做的 就是时间很少 你就要尽量一句 说完你所有的 一两句 就说完你所有的 而且不是跟他三段式 这样讲道理 就是三段式 讲道理 都已经不够时间了 是一住甲中 插内就说 你这件事是歪理 不正确 之后就再反攻 你用辩论式 那种打架方式 或者摔架方式 其实是很难 挑战到欧敏 我深信如果是老蕭 可以跟他困咬 其他真的没什么 就算你说余若薇 或者乃义 能言善变 或者逻辑井言 在辩论上 对着欧敏都会输 就是因为这种辩论的游戏规则 本身就是他们的强项 讲回建制派的论坛策略 都是以缺席为主 电视台 或者电台那几个大电台 就不能够缺席 其他的地区论坛 小议题论坛 都可以缺席 或者是派二三线的人出来 刘慧卿现在都是跟着这个风格 第一是他们救票 他们不是靠电视论坛 去争取多数千票的选票 第二是如果在电视论坛 如果在媒体论坛那里坏了 就真的会影响整个 保安党整个民建联的形象 会失票 影响超级区议会 所以我去过那些论坛 我没见过 工联会叶伟明 是没有出来 代表都没有 陈克勤没见过 是派二三线的人出来 葛珮凡上次的《老人论坛》出来 之后遍体伦伤 这次又没来了 庞爱兰 这次都是派二三线出来 我突然想插一句 刚刚讲起毓民那种辩论风格 因为你没听过私底下 毓民和萧生 突然坐在这里 两个讲起一个话题 齐齐在这里爆洩 是很好看的 我不知道如果镜头对着他两个 他两个觉得是做节目的形式 有没有那种 那种的爆发 但是你和他两个开会的时候 突然就着一个议题 大家一论嘴 你一句我一句 你一句我一句 我好精彩 其实我们将来会 我们都会有一些 尽量的 稍后出了再告诉大家 明天我会去一个论坛 就是 这个天主教 香港教区 他这个主办的 在沙田 沙田围 江辈街七号 天主教 圣本督堂的礼堂 我不知道他招不招待 普通市民 还是他的教友 早上看完尼撒之后 一直留在这里 就听这个论坛 这个就是其中一部分的观众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会不会开放给其他街外人进去 不过又没有什么 平时我们都可以进去看 他不会查你证才让你进去看 同意 如果有位置 大家都可以进去坐 我不记得帮你问 其实他在哪里望尼撒 在哪里望尼撒 可能知道 但是他在哪里做论坛 是不是在一个祭台那里做论坛 也挺好笑的 因为今年 尤其是新界东的候选名单太多了 19个 你今早看 正经星期六 欧文里多少个人 好像9个 他们9个候选人 也有过像CAM这样映过去 毛孟静现在是out了 即是他不在镜头之下见过 哎呀 这么惨啊 即是画外声就行 他应该坐在那里 这样不公平见 双台镜头 是啊 新闻 我看新闻影响到镜头 不是商台的镜头 但是就是这样 可能商台的网上直播都是这样的 9个人 到19个人的时候 根本是想象不到 电台心里面认识你人不来 来10个就差不多对了 如果来19个 我是mike 都不够 求神斐佛 不要来齊19个啊 这个论坛 商堂我也在想 我怀疑在直播室里面都没有了 一定是想到那班工程部 在那里扔了头 现在怎么加这么多枝 今天我就去了新界东北的论坛 叫新界东北的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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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已经是L型地坐了 即是这边坐6个 那边坐7个 最后这种论坛呢 民间论坛呢 因为建制派不来 建制派那些第二个人来 最后就是群星齐插民建联 哦 很正常的 也都是的 民建联 我也有爆他舍的 不过我也很斯文地爆 他们会说帮居民 即新界的农民 譬如水浸 如何争取赔偿那些东西 我说民建联你很厉害的 你那些小恩小惠 是做得很好的 但一影响到阿爷 影响到特区政府的核心价值 你就犧牲那些居民的利益了 这些叫做赢粒糖 输香港 就是你们那些人 那怎样 那些人的反应呢 台下没有反应呢 每个老新民建团都鼓掌 都很开心鼓掌 还有 其实新界东北的计划 现在有些论述是觉得 是一个内地豪客 是殖民计划 是一个地产项目 不是一个社区发展改善生活环境项目 是一些低密度 是一些古动低密度的豪宅 是给内地的人买 给他们炒楼 其实很多人都很关心 然后就会在一个 好像海港城那样的商场 又是给他们买东西 又是给他们买东西 完全不用管香港的东西 还会在一个教育城 大学城 名校城 又是给内地的高干子女来读的 这个大学城那个 在民建联的建议书里面是有的 所以一说到这个他们是没有声出的 我们的地区发展要问各个持份者 我说是 那民建联的区议员都是持份者 你李嘉诚大地主都是持份者 那当然要问过你们 那你需要不需要问过我们这帮居民呢 不过这些对他没有什么大伤害 第一就是他是No.3或No.2来的 他看过这些情况 那No.1就回去再有些军事 研究一下 怎样可以 到时真的去到论坛 去到怎样回答 所以到时他出来的时候 又可能你要再变招对付他了 而且上次的《老人论坛》 刘伟卿就是扮到最... 因为也是《遗冊民建议》 《遗冊国配范》 还有陈克强的那个 不知道是什么 长毛都说他不怎样 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了 然后他又是懒疑症词严 扮大家姐出来 就是Round up 这样说 因为14个人一人说一分钟 你是没时间回头回答他 所以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 看看是怎样的 明天那个 又是抽一个人去质询 抽到一个陈国强 你都不知道问他什么好 当然你可以浪费民主党一些东西 你觉得那些诚信是否重要 如果一个人的政纲 写出来是完全180度反转的 应该投票给他 那就是刘慧卿 你只为是这样 但就不会是一个秒杀的那种 论坛的设计 不是每个论坛 有这个秒杀的机会给大家 祝你好运啦 明天祝我们好运啦 基本上说得好就没问题 但萧生也说 说得好 好过人是不够的 是要说到 全场鼓掌才够的 这个都是天时地利人和议题 抽到对手 对方 不过我们狠的招数 真的会去到电视论坛才会出的 现在那些都是很温和的 基本上都是串下去的 是啊 国民教育那里 民建联是实死的 它是没得踏下去的 譬如现在 死了啦 你知道最新的要求 各自国民教育的百分比 是升到六成一的 又五成二 也是很开心 因为一班家长和同学 是涉而不捨地做的 所以我说那些 譬如今天说 我们新界东北发展的咨询期 其实是8月3月1日 真的很紧急啊 因为呢 剩下10月的deadline 我说你当它是死期 死的就可以了 国民教育 它现在是要上马 你如果有一个斗争意志 抗争意志 你还有机会呢 是改变的 所以 今次呢 罢货 都接近四成的人开始接受 我明白呢 很多家长在街站都跟我说 他们不是支持国民教育 但是他们为什么 罢货保留呢 他们不知道罢货的logistic是怎样的 那我是不是 不用带他回学校 那我不带他回学校 他怎么读书呢 不是啊 那我怎么办 我帮他上班 我怎么办 他会不会到处玩呢 那究竟是那一堂把 还是学都不回 还是回学校之后 不拿一些书出来读呢 还是怎样呢 这个如果真的发生的时候 我相信 老师家长 都会 那些组织 都会有一个共识 他当然是他教 老师又他教是怎样的 但是你说如果现在要谈到一个很详细的logistic 各方面都同意呢 才说不排除用罢货这个呢 那是一世都不需要的 不用 不用 就是 做下去的了 教协你对他有期望吗 喂教协没有啊 这段时间 选举 原来张文光 08年的政纲 是重视学生得育及国民教育的哦 当年他说这个字出来的时候 是没有什么 就是我帮你兜了 就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识 就是觉得是 哦你所当然咯 就是你这种 教育界功能组别的议员了 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教协 不是先知先觉 就是不肯走到最前 又怕得失各样 得失学校 得失一些保守老师 得失家长 那什么都做不到 现在是靠同学生 靠那些坚持的家长出来 其实前两年呢 有一个投票呢 就是余若薇动议的 就是关于国民教育的 就是欧文我想都应该在他的节目那里说过 就是呢 就是有些人就post出来 就是攻击 黄文或者人民力量就是 其实我们都一向是 跟所谓的泛民那条line 就不太相似的 后来就是欧文解释就是 喂他从来 或者他一路的思想 都是想着在共产党 或者一党专政结束之前 都不应该有国民教育科 这件事举行的 但是 但是 就因为那个是余若薇的动议 所以他就不投反对 他就投了棋权算了 他有解释过的 是的 真的是给面子的 因为你其实都是一个简单表态 大家知道现在网上看到了 由钟祖康和陈云 发起了一个撤销国民教育科的阵线 知行教育 这个阿于飞和快必的基督路小教会 都有份帮忙 这几天他们都会在街站 做一些签名运动 他们都会开街站 希望大家会支持 后来他们是想叫一些候选人 尤其是立法候选人 表态 看看谁是人 谁是鬼 应该的 就很清晰可以看到 民建联那些一定是不敢表态 陈婉嫻或者是这样的 你不知道 是的 超级 陈婉嫻是 以贤姐的票数 所谓贤姐的票数 他今晚都会赢的 他就说一些大家刚听的说话 是 罵民主党上个星期 有一件事我忘了罵 然后萧生也忘了罵 所以今天 但我还是要罵这句 我要说明天的沙田大巡游 就是司马民 这个我见到刘慧卿也会这样问他 刘慧卿当年就说 如果超级官能组织 提名门楼太高 最好就10席 如果不是很多人出来 诶 骗人的 很多人都参与不了 他就会引咎下台 当然他就说 他没有说过10席 他就说最好10席 那不要用这个标准 是用究竟会否阻止一些要参选的人 参选不了 事实证明 司马民就参选不了 是不够提名参选不了 最后 超级官能组织 就是民主党 和民建联 这个土共阵营 工联会阵营 就瓜分了 港务席议席 最无耻的要罵 就是何俊仁 何俊仁说 哎呀 司马民为什么不问我们 我们可以提名他的 哈哈哈 这个真是无耻到不得了 别人叫救命 叫了几天几夜 你民主党 有没有举手说原来这些票 是可以提名他的 所以这个我看到范国威 我都笑着问他 喂 何俊仁都说可以提名司马民 为什么你们不认识 那他怎么回答你 他没有回答 他说你不要相信我做人了 哈哈哈 这个是非常之无耻 即是无耻的极致表现出来 就是人家跳楼死了 你为什么跳楼啊 你没有钱而已 你不问我而已 你没有钱 就是现在的杀楼成这样 实在无前例 弱乱他的臉都能说出来 是完全无耻到极点 所以我很明白网友 或者我们支持者 他们没有这个赠民主党的怒火 他们也不会摸身摸命 出来帮人民力量去助线 去入计议工作 还剩下几分钟 都要讲下 明天的那个黄金 那戰士沙田大巡遊了,你清楚一點的女士是誰 我們對外宣布,我們2點就會在大維港鐵站A出口集合 但其實有些手續他們會在1點的時候在沙田遣敬村 沿四個站一直步行到大維港鐵站會合我們一起集合 明天我們會主要在大維那裏做一個超大型的街站 做一個幾百人的街站,大約逗留一個小時左右 那期間的過程,大教會來,毋敏、蕭先生等等都會來一起叫陣 而且大家眾志成成希望可以感動到新界東的選民 我們會在大維那裏,眾志成成做一個超大型的街站 現在講完,我們會分11個小Leader 即是11個,很有系統的 很有系統的,到時我們就看看如何assign些Leader給大家 各自去分配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因為我們在2點至3點做完大維的超級大站之後 我們就決定了,全部人,無論是200人好,300人好,400人都好 我們來一個大壯舉,我們齊齊搭港鐵 我們就決定了,在月台那裏分開11小隊 為什麼是11小隊呢? 因為一輛車有11車 有12車,其中一車是頭等 OK? 其中一車是頭等 那所以呢 不知道能不能撞到我們這輛人力車呢? 我們希望,我們就會在月台那裏呢 我們就不會做任何拉票活動 但是如果我們人人都站開的話 我相信大家都,一般市民都會見到我們,留意到我們 那我們就會站5至15分鐘 沿著時間,就希望撞到 有人民力量新界東廣告的那一輛車 然後呢,我們就會走上那輛車那裏 那如果過了15分鐘都未來,我們就不等了 我們就照上車了 那就分開11小隊 那就每一隊呢,就進去一個車廂 因為我們不想那麼多人 在某幾個車廂裏面 就是搞到大家好像很不舒服 我們呢,就希望進去那麼多車廂 然後呢,我們就只搭一個站去沙田 嗯 好了,去到沙田之後呢,我們就會再分了 OK? 那其中五隊呢 五至六隊呢 就會逛街街 嗯 就會在沙田新城市廣場那裏呢 就逛街街 就是各自分開 五隊好,六隊好 大家各自逛街街 那另外呢,就會分另外那五至六隊呢 就去另外一些街站那裏呢 就開街站 好了,就譬如在第一城那裏會開街站 另外就會在沙田街市那裏也會開站 那他們就不會進去逛街街了 他們就分開小隊,就會自己去開站 好了,那跟著呢 那就是,在新城市廣場走街街街 在新城市廣場走完街那五至六隊 走了一個小時之後呢 他們就會聚集在一起 然後呢,我們一路沿路呢 就再走過去沙田第一城那裏呢 就說,明天會不會有些人力三賣啊 那樣 那樣,明天我們會準備 準備足夠數量的人力T-shirt 嗯 那就是我們選舉經費來的 如果是我們助選的活動 那到時你來到就可以了 嗯 是嗎 是啊,到時來到就可以了 那明天我反而想跟大家說 譬如大圍那個站 我希望大家試試有系統一點 我們沿著那個站向兩邊伸展 我不知道到時有多少人 譬如排三行好、四行好 我們希望做一個很有秩序、很齊整的 很有秩序、很有隊形的一個街站 就讓大圍的街坊知道 其實人民力量是可以很有實力 還有我們的動員能力 我們的組織能力 我們不是一個勢黨 我們絕對是可以做到一個 其他政黨不能夠比美的活動 嗯 那希望大家一起配合 那明天有這個 劉主席在Facebook寫了四個字 叫做感動沙田 那我想這個場面都會非常感人 那希望大家就 很難拍照,但我覺得11家姐 很難拍的了 我唯一想到就是拿著攝錄機 然後由第一卡走到尾 然後由尾再走回頭 但是我們因為多人的關係 希望大家都盡量留一些空間給其他的圖人 希望不要做到 阻礙 我們最厲害的就是我們人多之餘 我們也有態度,但我們有禮貌 我們就盡量配合當地的居民 生活中的居民 希望不要阻礙他們的生活空間 好了,那明天兩點鐘 就大為港鐵站見了 我們一起黃金戰士沙田大遊行 感動沙田 拜拜 拜拜 香港人網敢講自好聽 我是張哲林 喜歡啊 我喜歡啊 外國人的首次 更多的 我們應該是來的 電話 我們應該是來